经过昨天晚上跟今天清晨的降雨 白天开始华南云系逐渐远离 降雨转为东北季风影响的 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地区为主 其他地方转为多云 但外出最好还是被散 温度方面各地早晚偏凉 白天桃园以北跟宜兰 高温只有18 19度 一整天都有凉亦 竹苗跟花莲大概在22到23度 其他地区可以来到25到28度 南北温差大 如果需要南来北往 记得要留意温度变化 小丁宁提醒大家 明天东北季风减弱 北部会稍微回温 但还是有局部短暂震雨 星期四又有另外一波 这个水气报道 中部以北东半部转为犹豫的天气 清明廉价的后半段就要注意了 4号跟5号可能会有封面影响台湾 华氏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 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